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印相生 亦五倍 相关相尽 命带相关有根 且没有半点关心 或者关心被核化 杨润加萨 八字有七萨 同时也有杨润为帝子的神萨 七萨被杨润所抵制 就同时化解了良解的凶性 反而成为贵格 杀印相生 命带七萨有根 加印心有根 且没有正观来混掌 没有财心来破印 只有杀印相生的格局 武备 即武装力量和武器 军事装备 暴力机关 弓箭法 军警等等 第二就是食伤生财 生财鸟亭 适合了贸易 食伤生财 命带食伤和财心 且都不弱 日足的也不弱 身财两停 日足的五行能量和财心的五行能量 势均力敌 不分伯仲 贸易就是做生意 倒买 倒卖 第三就是食神谢秀 命带文昌 适合文学 食神谢秀 生万有食神来谢日足的能量 且食神有根 命带文昌 找神上的文昌 文学就是学序录制或文字书的创作出版 第四就是正观清权 观应相生 适合政治 正观清纯 命带正观心有根 或者常忘 没有欺杀来混杂 没有食伤来克制 日足也不算弱 观应相生 命带正观有根 正应有根 且没有欺杀来混杂 没有财心来破印 是由观应相生的格局 适合了政治 公务员 体制内 或者国企 央企 第五就是财观双美 适合的财政 财观双美 命带财心有根 观心的也有根 且没有比杰克财 只有财生观的格局 财政 就是财务 行政等工作 职业 经理人 六就是身万财弱 宜功成 七 身弱财万 财务 会计 八 笔节成群 适合自由职业 空权磨利 笔节成群 命带三个及以上的笔节 透出或者地支常干主器 空权磨利 自由职业 或者是体力劳动 或者健身教练 当兵等 都可以 这里要注意 以上所说的几点 不限于八字圆局 如果大运和八字之间的作用 能形成 这些格局 也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上 财观有利 日主见万 可以自利自偿 身万无一 没有财观 或者财观被破坏 或者身弱 无帮扶 只能依人作价 命旁中冲和少的 事业稳定 专一 命旁中冲和多的 事业多变 不稳定 五行洗水 或者有翼马的 适合跑动起来 外勤 去外商发展 五行洗火 或者精等 适合往工厂 机械等靠拢 五行洗木 或者洗土 适合农 凌种植 固定食业 命旁中用神有利 或者寄生有志的 所做的事情 都是顺水推舟 省力 省心等 命旁中用神无利 或者寄生长旺的 所做的事情 都是主动发力 费力不讨好的 五行全且均衡的 多是事业稳定 成就 也相对一般 五行很偏的 多是大起大落 或者历史不利比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总结的 五行行业的对照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 今天就为大家的讲到这里 我是庞泽川 我们下期再见